我们继续说 刚才有网友说 说放开前就没预想到 现在的这种局面 他说 这要是在战时会怎么样 就是如果打仗 战争时期 这可怎么办 那么 这个 有一个 这个老军人 一个老同志 对国内这场 抗议的书冠的战役 做了如下这样的评论 说的挺尖锐 这位部队的老同志说 说失败了 他的结论就是 中国这场抗议的书冠战役 失败了 撤退的很难看 这是一场 失败的战役结局 因为病毒达成了战略目标 就是在世间大规模的繁殖 获得了在生物圈 共存的权力 虽然代价是妥协和变弱 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 撤退的太仓促 太狼狈 表现在六条上 第一 我们压根没有做战役失败的 思想准备和技术安排 也许根本没人能做 没人敢做 没人会做吧 第二 撤退前没有任何的思想教育 和思想动员 从上到下大脑短路 第三 没有交替撤退和交替掩护 毫无章法和节奏 第四 参战各个单元 没有阶梯撤退 而是一轰而散 场面尴尬 第五 没有做好撤退的补给安排 造成供给短缺和恐慌 第六 撤退规模是战略级的 但指挥和执行都是无脑级的 幸好这场战役是没有枪炮的 这是一位部队的老同志 对中国当下的这场战役 这场抗议的收官战役的评论 那么呢 一 他说这是失败了 一场失败的战役 失败的战役 这个 很仓促 很狼狈 很仓促 很狼狈 那么 现在呢 应该说 无论是大陆 还是海外的这个华界 这个羽轮界 大家对于今天中国的 放开之后的这个实际的状况 以及中央的这个决策 以及中央这个决策 放开的这个决策 大家呢 因为信息不照明 所以大家都在那猜测 并且呢形成了两派截然对立的观点 大家辩论的很凶 辩论的很凶 那么有一派呢 就说 说是失败了 这场战役 中央这个中国的抗议是失败了 抗议失败了 说中国的现在也躺平了 那就说现在也躺平了 那么 有一派呢 这个坚决不承认 有一派认为呢 中央是能够 把控住局面的 今天的这个局面呢 是意料之中的 是 争取 抗议胜利的 不可 避免的 这样的 代价付出 这是 从决策者呢 是可以承受的 可以接受的代价 那么 你看这不就是 这个未经分明的两个观点 所以大家吵得比较兴 这个老田呢 我为那位 网友 老田转贴 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对于目前形势的判断 他说目前的初步判断 西方早期 虽然没有进行 积极防疫政策 但还是采取过措施 压平感染 峰值曲线 获得了不完全的 压峰效果 由此相对减轻医疗系统 过来 提升实际的救治率 减少生命的损失 但国内 是喊着 非躺平口号 就是不躺平 而实际躺平的 也就是 不予做准备 和推荐 放开的 有效应对 这种做法 不是有序躺平 而是 完全摆烂 这就很尖锐了 说现在国内的 说国内 现在这 这就完全是 是完全摆烂了 都不是有序的躺平 是比躺平还严重 是完全摆烂 有可能引致多次 感染高峰 近距离重叠的 最坏的后果 医疗挤兑 会过载严重 救治率会最小化 实际的疫情伤害 会放大很多 会放大很多 那么呢 就针对这个躺平 这个话题 这个文革史话 我们这位朋友 他说 什么是躺平呢 他说放开 放开就是躺平 我不是说 那么他说 他没记错的话 放开 最早呢 是英国刚下台 那个前首相约翰逊 黄毛 说约翰逊当时提出来 然后当时呢 被有中国呢 这个讽刺为说是躺平 说约翰逊这个主张 是他们躺平 说约翰逊还搞了一个名词 叫集体免疫 然后说当时也被中国的舆论给批了个一塌糊涂 那么他说近三年过去了 我们也放开了 也说集体免疫了 这不就是躺平吗 什么是积极抗疫啊 中国的现状是积极抗疫吗 如果是 那么美国和欧洲 是不是就更叫积极抗疫了呢 那我们当时玩命批人家做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当初批人家批错了呢 现在这样做符合百姓的利益吗 他接着就发议论 他说主席在 绝不会出现今天的情节 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 到现在都在怀念毛主席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人民又依靠 心里踏实 不像现在 主席做事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 而不是简单的建功利益 他这是有所指咯 就有所指了 那么呢 这个黑木牙 这位网友跟帖 跟着这个文革史话就说 他说太祖要是在 就说毛主席要是在 绝对不会有躺平的说法 毛主席那个时代 防疫工作都做得非常漂亮 问题是当今庙堂统治阶级 既不是以人民为中心 又不是为中华民族利益建功利益 两头不战 唯一的目 唯一目的 是为小集团利益和西方利益 在毛福利 买办资本家最怕的就是 被西方孤立和封锁 他们一旦面临西方围堵 就会千方百计的开放国门 对欧美逃犯 逃费 自证清白 而丝毫不会顾忌 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 过去四十年 一直如此走过来 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敢说 封锁吧 封锁了十年八年的 我们什么都有了 所以只有毛主席才敢于 为了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 不怕别人封锁 其他的走资派和买办汉奸 最怕的就是被西方孤立 这是这个 应该说对今天的放开 大有无一词的一些个网友 他们的一些个言论 那么呢 当时主张放开的 主张解除封控 解除这种什么一刀切 层层加码的 无理的这种封控 然后呢主张放开的 这个老王社长 那是旗帜鲜明的 他至今也是旗帜鲜明 半个小时之前 老王社长给我发了 他的最新的文字 那么呢 我把他的观点呢 也分享给大家 我对当前抗疫形势的三点估计 老王社长 三点估计 他说近日呢 国内各大城市 疫情传播形势相当严峻 有些人动摇了 由鼓吹倒退 退回 退回到将人民重新 严密封控起来的旧办法去 我认为绝不可 动摇倒退是绝没有出路的 那么他提三条意见 第一 这场持续了三年的抗疫 就是一场战争 为了战争全局的胜利 为了保住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 正常运转的这个根本 这是真正的人民致杀 他说他观察 习总顶住了内外压力 确实下定了 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 我只要塔山的这样的决心 战争总要有局部的牺牲的 此时鼓吹动摇倒退 只能导致国家和人民 坠入巨大灾难的结果 有利国内外 党内外那些企图趁乱造势 把习总推倒 实现其颜色革命的势力 这老王社长提到这样的高度 那么第二个第二条意见 人们注意到解除封控后 人民倒普遍的提高了自己的主动防疫意识 他看到另外一名 就人们不上街了吗 不是啊 老王社长从他们不上街 他看到的是另外一名 他说人们普遍的提高了自己的主动的防疫意识 自觉的控制出行 积极的寻找和采用各种有效的抗疫的药物和方法 自觉的遵守个人和集体的卫生防疫要求 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等等 这个用古代 他说用韩信的话说 这就是人人各自为战了吧 就是所谓的 此所谓屈是人而战之 其是非至之死地 是人人自为战 这韩信还原和列传里 不许有这样的话 他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国内的现在的萧条 人们不上街 恰恰说明人们在主动的自觉的控制出行 然后积极的寻找各种抗疫的方法和药物 但是老王社长确实回避了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 要起 你要流通领域 那么在放开之前 为什么没有做准备 放开之后 措手不及之后 为什么不抓紧加班加点呢 尽快的把这个市场的这个短缺给补上 让人们心里 手里有药心里不慌 这个问题老王社长确实是回避 那么他接着就举例子 他说抗战的时候 毛主席当时提的方针呢 就是这个 毛主席论抗战这个方针的分歧 当时不就有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 共产党主张的全面抗战 片面抗战就是政府抗战 蒋介石那边 政府抗战军队抗战 然后呢 这个 不许人民组织起来主动的抗战 是不是 这是在毛主席看来是消极抗战的方针 而毛主席主张的是阶级抗战 什么呢 就是全面抗战 就是人民尽可能组织起来 全民皆兵 全面抗战 共产党就是这么干的 那么老王社长说 今日抗议这场战争其实也是 你把人民严密的封闭起来 由政府全负担抗议 这是片面抗战 抗议 是消极抗议 我觉得他说的这是对的 而发扬共产党群众路线传统 把人民组织起来 发动起来 群策群立 让人人为抗议 想办法出主意 请人人主动积极 维护行之有效的社会抗议的指寻 这是全面抗议 积极抗议 人民解除消极片面消极抗防疫 对人民的封闭政策 中央解除消极片面防疫 对人民的封闭政策 不是什么躺平 某些城市地区政府解除封闭后 一切撒手不管的躺平 是待证和懒证 实质是对中央正确调整 防疫政策的不满和抵制 必须坚决揭露和反对 把带政懒政的官员撤下去 把勇于负责积极能干的官员提上来 在战争中识别锻炼干部 通过这次全面的抗疫战争的考验 让中央和人民共同真别 实现一次中国党政干部的大换血 其意义会相当深远 其长效将远超抗疫之战本身 为某天热战的来临 有了准备 总之记住毛主席的话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我们应当相信大 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 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这是毛主席的话 这就是毛主席这个66年 七月份给这个江青 写那份著名的戏里 毛主席不说那么句话 毛主席说 有一天 右派的可能会利用我的话 得失于一时 左派的则一定会利用我的 另外一些话组织起来 把右派打倒 大家都在引用毛主席的思想 毛主席的观点 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服务着 那么老外市长提出的第三条意见 他说毛主席又说 往往有这种情形 有力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 产生于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坚持最后三分钟 今天不少人悲观说 疫情形势这么严峻 就是放开了 你看人们也不敢出来 经济和人民生活似乎更糟糕了呀 老王社长很有信心 他说不会的 要有信心 只要放开积极抗议的总方真是正确 再坚持一下 将最艰难的第一波疫情传播形式顶过去了 不出半月一月 人们会出来的 城市的蓬勃生机会很快恢复的 人民总要正常生活的 封闭人民 以行政力强制人民 长久不能出来 与人民自觉回避疫情传播高峰期 而自 怎么不出门 两者怎么能够相同呢 这是老王社长今天的最新的这个文字 对于当前抗疫形势的三条意见 或者说是三点估计 我觉得老王社长这个这三点估计呢 有他独到的这个 见解 同时呢 我觉得他是建立在 两条基础之上 就是第一 他是相信党 相信习近平 第二呢 他是相信群众 就是毛主席说的 这个 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 就是 要这个 应当相信群众 应当相信党 老王社长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之上 提出的这三条意见 或者说做出了三点估计 并且他是乐观的 他相信 放开没有错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 事实 所证明 那么 就是这样的 两种观点 那么 谁能禁得住 未来的这个 考验 我们 大家 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